你是从哪儿过来的? 我是从湖南诸州过来的 来过来的目的是? 过来的目的是像财老师 中师级别的,学一些无土栽培技术 不敢中师级别 你就是中师,因为我们湖南在无土栽培是个空白 然后我想把你这个团队啊,技术引到湖南去自己做一些试验点,搞一个工作室 你咋想到去做这个无土栽培,而不是用这个土栅栽培? 因为我做了十几年的无土栽培,然后外面这个虫杂比较厉害 然后用的人工肥料亚物这一块成本就直行上升,所以我想做个突破 你是从哪儿的地方了解无土栽培? 它的整个的一个种植模式要比土栽培要好? 之前七八年前,因为我从山东接触过,然后就是靠这个成本比较高 然后就最近这几年也在着不关注 但是看到你们,就是财老师,你这个团队都操作无土栽培 这个成本这个处理上面,还有这个技术处理上面,就是更新的很快 然后有你们自己一个尖端的一个技术团队做支撑 所以我现在这个可以尝试了 有没有这样一个目标,就是未来那几年当中想把无土栽培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规模? 第一个就是想自己把这个面积夸大 第二个就是通过这个试验中心,我自己也想组成一个就是湖南地区的技术团队 然后向更多的基地服务,像我现在管的基地有很多 然后我希望他们有向我一样转型 全部都是无土栽培 对对对 确实很有眼光 那以后得靠财老师多支持 没事,这个无土栽培这个农业这些话呢 不是说谁厉害谁不厉害啊 都是通过时间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然后呢,每个地方每个人思维方式不一样 只要你有想法,你就可以去做实验 成功了,那你的能力就是直线的往上提升 是这样的 没有说谁是宗师或者谁是高手,没有,农业上绝对没有的 好,感谢 感谢